我们盼望有一天在日光之下 我们就能够看到有传道人 基督徒弟兄姊妹 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流害 在月亮的底下 我们就可以找到基督徒传道人 在那里为着时尚的灵魂 在那里流泪 1961年 李牧师在小金门当兵 看到中国需要福音 宣教负担深植心中 1963年 李牧师加入台湾校园福音团系 在学生福音事工服事 1973年 在美国参加阿尔巴纳宣教大会 再次加深李牧师的宣教负担 1977年 蒙上帝引导前往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墓会 担任主任牧师 为宣教之路做预备 1995年 李牧师夫妇被波士顿圣经教会拆派 加入中华海外宣道协会 正式踏上宣教之路 远赴泰北缅甸宣扬主民 2001年 成立国际关怀席会 全力推动普世宣教事工 落实福音进中华 福音出中华的意向 2006年 李牧师到香港 出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总干事 继续推广华福运动 2012年 李牧师回到国际关怀协会 继续投入宣教大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